好啦 我們今天要上課是這個 我們之前就是理論都已經學完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入這個現代的這個神經網路的領域了 這樣2012年以後的研究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們到底用上述的這些技術做出了哪些就是突破 然後在實際應用上面有這個很好的這個作為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一節課的前面大概一個小時 我們都會好好的講一下歷史啦好不好 就從這個1982年開始講啦好不好 那帶大家回顧一下 好 那我們大家前面上課應該都蠻認真齁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邊上課 我們每一頁就稍微問一下這個在幹什麼 對不對 好不好 可以嗎 這樣會不會太刺激 好 那我們來講好了 這個最開始啊 這個反正 這個一切開始都從這個反向傳播法開始嘛 對不對 這篇就在講反向傳播法 對不對 那這個呃 這個我們第二課的時候就在教這個嘛 對不對 那反向傳播法主要是就是 主要它其實就是透過這個連鎖率解這個下面幾層的梯度 對不對 然後這個 誒 然後用 得到梯度之後這張梯度下降法去求解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為了考驗一下大家對這部分的熟悉程度齁 我們來問一下簡單的問題好了 好不好 這個 反向傳播法齁 這個實現了以後 那多層感之機 我們那個時候舉的例子是多層感之機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那這個 這個我們來我們找一個 好 我們找海倫好了 海倫 好 我等一下問你問題囉 我現在問你問題囉 可以嗎 這個 為什麼這個 這個多層感之機它發展出來以後 它主要解 跟羅吉斯回歸的主要解決問題是什麼 差異在哪裡 它可以更複雜 什麼叫更複雜 不講具體一點 蛤 想不到 太令人難過了吧 真的嗎 那下一個好啦 來 映竹 多層感之機跟羅吉斯回歸比厲害在哪裡 有這麼難嗎 你有點回憶缺失 往右邊來再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就是它可以 找網路的 那個 程度 嗯 然後它 會有一些 非線性轉換的 喔 非線性轉換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你想要講的非線性轉換 跟我想聽的不太一樣 好啦 算了 懶得跟你們講了 就是 羅吉斯回歸整座線性分割嘛 對不對 那那個你們還記不記得第二課的時候啊 我們是不是要把第二課給開出來啊 第二課的時候 來來來來 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講什麼 這個是不是羅吉斯回歸畫出來的線 你想要畫出 你想畫出這種曲線 要怎麼畫 你要給它特徵工程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多層感知機有什麼好處 我們有 我們用了多層感知機以後 我們還有再做特徵工程嗎 沒有對不對 沒有 沒有它就畫出曲線了對不對 為什麼 它可以自動做特徵工程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多層感知機 比起這個 之前的這個 線性 線性預測工具 它最重要的 差別在非線性預測的能力啊 好不好 它賦予了它的數學是 非線性預測能力 這個數學是predition function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如果你們這個聽不太懂的話 那我決定要再往前一點問 好不好 這個 那這個 呃 這個predition function 這個大家就可以自己 自己這個 隨便怎麼創造都可以吧 對不對 那我們說predition function 它 所組成叫一個function set 對不對 然後它裡面求參數解嘛 對不對 那它有什麼限制 它有沒有什麼限制 假如說它 求T度下降法的時候 它有沒有什麼限制 那predition function 建下去之後 會有哪些限制 限制 它得出來的答案 絕對不可能超過哪個範圍 沒有idea 那個predition function 形狀固定了以後 它就不可能再加相次了嘛 對不對 T度下降法只能夠求參數解 不可能加相次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的predition function 一定要非常的 有足夠的組合 足夠的這個 呃 變化 如果它變化 能力不夠的話 假如說你一開始 給了predition function 線性回歸 它再怎麼努力 都不可能創造出 非線性分割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事情很重要 好不好 好那這樣子 總之這個 反向傳播法就有了 對不對 那也有多層感知機了 那有了多層感知機以後 為什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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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之後大家都 呃 不是應該 人工智慧的 這個工具就 大爆發了嗎 為什麼這個 到2012年以後才 這個 再度崛起這樣子 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咧 來這個 要不要講講啊 林心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這回合算你的烤雞 啊不算嗎 你有沒有什麼 那個 有沒有什麼 你有沒有印象啊 是什麼 是什麼原因啊 不記得了 歷史很爛 這個我不斷 我上課一直在講 我簡直講到 不能再講 我已經講到 一直在提耶 對不對 它有哪些問題 雅婷 你記不記得有哪些問題 欸太好了 你這講了一個 T2消失 講得太好了 還有呢 它有哪些問題 三大問題 欸你至少記得數字嘛 對不對 還不錯啊 對不對 另外兩個是什麼 好啦好啦不要再考驗你們了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它也很容易過度擬合嘛 對不對 啊只是說過度擬合 我們有各種手段 但不見得代表它 不代表它 就沒有這個問題啊 沒有這個問題 你根本不用解決嘛 對不對 它就是有這個問題 你才要學對東西解決啊 對不對 所以過度擬合也是個問題啊 啊最重要的 它的這個 初始化參數很難決定啊 對不對 不容易 你初始化參數 那個 難決定的話 這個你就很容易 優化不好嘛 停在局部即職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可是啊 同個時間點啊 你看它又不容易優化 對不對 容易困在局部即職 但同個時間點 有三個方法 這三個方法 我們在那個 上個學期的課都學過嘛 對不對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andom Forest 啊 Gradient不聽 Machine 沒有學啦 但跟Random Forest非常像 這三個方法 有什麼局部即職 這種事情嗎 沒有這種事情耶 這三個方法 沒有局部即職 你們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方法 有什麼特別 欸這 主要是支持相當機 他在求解的時候 他在求什麼 他是不是很像在代公式啊 他在求一個二次規劃 對不對 二次規劃的問題 他很像在代公式耶 代公式就有公式解啦 你有聽過公式解 有什麼困在局部即職 這種事情嗎 沒有嘛對不對 有公式解的 就沒有局部即職 困在局部即職 這種問題 為什麼會困在局部即職 問題 是因為我們用的梯度下降法 他等於是爬那個函數坡度嘛 對不對 所以他才會困在即職啊 那個局部即職啊 如果我直接可以得到全局即職的公式解 這個是不可能會 不可能會困在局部即職的啊 所以 支持相當機 可以直接得到 這個最終的解答 然後接下來隨機森林怎麼做的 決測速怎麼做的 決測速怎麼做的 要不要回憶一下 一連幾的都問完了 我們繼續問一連幾的 就是一輪都問完了 海倫 海倫 決測速怎麼做的 需要回憶 欸 一點idea都沒有 欸你們真的都沒有印象喔 好啦好啦好啦 那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這裡啦 好啦那個 那個 欸這個 我覺得這些東西的基礎齁都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不了解的話 你就覺得他就是一個 假如說一個 你就 你就 只把他當作一個套件用 這樣子 很沒有意思啊好不好 你 不會知道說他的這個限制是什麼好不好 他是 一個變相一個變相找 先找出最 最significant的變相 然後這個最significant變相 他找出一個最佳切點 然後切完之後分兩個樣本 兩個樣本在各自居下去切 一路切到不能切為止 Random Forest的就是很多顆決測速啊 對不對 然後 然後每一次做樹的時候 都把百分之可能百分之一定比例的樣本抽出來 然後做一顆樹 然後五百顆樹的平均這樣子 好不好 他各自有各自的問題喔 你不是只是背下這個流程而已 你要深度的思考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我們在那個 知識項鍊基爾課的時候 我們提到在一些 罕見的例子之下 就來說有Variable Dependency的狀況下 隨機生靈或者決測速 它一個significant的變相都找不到 但是實際上是有意義的 這些變相是有意義的 好不好 你去再去看一下 回頭看一下 總之在1990年代 這個就是 神經網路因為有很多問題 然後Random Forest和Support Victim Machine 他們相較之下 比神經網路強大太多了 而且又方便 所以說 這個 呃 那個時候就沒有人在用 這個 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吧 好 就這個樣子喔 好那 我們來講一下 就是 這個 這個神經網路後來為什麼會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那 一個東西如果被淘汰了 它通常啊 就 呃 就會消失了 這樣子好不好 那 後來為什麼又被人家撿起來用 除了這個 Hinton啊 這個 他就喜歡用自己 自己這個開發的工具 這個以外啊 對不對 呃 這件事本 最重要的事情還是 他還是有一些其他的用處 他最大的用處就是 可以把這個 就是 可以把這個 眼睛的這個結構啊 設計進這個 神經網路裡面 好不好 雖然設計大腦結構 已經讓那個很難訓練了 但還可以再設計 這個 眼睛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生物結構把它設計進 數學室裡面 所以它的擴展性比較好 這樣知道嗎 這才是Hinton為什麼要繼續用這個方法的原因啊 這個 呃 因為大家都還很年輕啊 沒有設計過統計方法 這個我博士論文設計出來的統計方法 我到現在為止啊 我一次都再也沒有用過它啊 什麼 幹嘛笑 不要笑啊 對不對 你就覺得不好用嘛 對不對 這樣懂的意思嗎 你發展出來的時候 過一陣子 你就發現你覺得它不好用啊 或者是 你可能是 那可能是一種很特殊的數據型態 或什麼的 我這輩子再也沒有用過它 你知道嗎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呃 不是說自己生的小孩就會很喜歡它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等到大家 等到大家 自己會發展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呃 不準也沒有用 好不好 那個 或者它可能只是在一個很 極其有限的調整之下很準這樣 好 所以說最重要的是 這個 這個 呃 卷機神經網路的出現 也是這個 為什麼深度學習可以發展之下去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好不好 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 它有什麼 它比起多層感知器有哪些特點 隨便講個兩點好不好 那個 這個 從雅婷開始講好了 那 越早講越簡單 卷機神經網路 比起這個 它有哪些 優點 它在做圖像的時候 比起這個 比起這個 多層感知器 哪些優點 不要翻書 翻得到也可以啦 好不好 還是你們要自己講 來 這個 影子 你要不要講一下 有哪些優點 優點很多欸 隨便都可以講 進行卷機運算 就叫優點 這叫它的特點 不叫優點好不好 你好歹講點 卷機運算 比起這個 Fully connected的最大的差別好不好 你們怎麼大家都在查書啊 對不對 我是不是應該 花點時間讓人回憶一下 不然 洛醫生你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 就是 它抽的是局部的幾個 就是它不是全連結器的抽 就是局部的幾個 所以這樣 參數會稍微少一點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形狀 然後它是有個固定的關聯性 就是在原始的數據上 它是有個固定的關聯性 這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就是 它這樣子的設計就可以去 呃 就是透過 卷機形狀的設計 可以進步了更多不一樣的進步的資料 我來幫它翻譯一下 第一點喔 第一點它在講卷機的特點 對不對 它可以找到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有一些區域 特別有重要的特徵 你講局部幾值 這樣很容易讓人家誤會這個TEN 好不好 那 第二點 我有點忘記了 聽不太懂它在講什麼 那第三點 第三點它講這個東西 我們還沒學到 它在講的意思是 可以 允許這個任意形狀的Input 對不對 那這個全連結成的 這個 多層感知機 絕對做不到的 那最後一點 這個比較難 它還要加上一些Pooling的技術 這樣子 好 但是啊 我們來把第一點翻譯一下好不好 第一點它其實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平移不變性 這平移不變性是什麼咧 第二點是說參數少是不是 我想起來 參數少確實是參數少啦好不好 這個你們大概想一下就可以理解了 這個 卷機 卷機 和 它 它 畢竟是共用參數嘛 對於每一個地方的像素 是共用參數 共用像素嘛 欸 共用參數 所以說它用的特徵少 好 我要講一下第一點平移不變性 這點很重要喔 你們可以想一下嗎 在全連結成我們在做這個 手寫數字分類的時候 784個像素 是不是被分成 就784個variable 是吧 如果今天有一個數字2 它從 它 從這個就是 呃 本來白色的地方就變成 就變成黑色了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而 多層感知機 非常有可能把這兩個數字 看成完全不一樣的數字 可是在卷機神經網路的架構之下 它只是把特徵圖 平移 往右一個單位 經常在Pooling的時候 它就被合併了 又變回原來的數字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平移不變性 是 卷機神經網路非常重要的特點喔 而且這也是我們視覺上面 視覺跟這個 就是 視覺最重要的特性喔 就是你今天有興趣的物件 它不管出現在你畫面的哪一個地方 你的這個網路 對它都有同樣的辯證效果 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這樣可以嗎 欸這一點好好記住喔 這是卷機神經網路 比 運用在圖像上面 為什麼遠遠好於 多層感知機的最重要的優點喔 好不好 所以啊 前面這些方法 在做圖像分類的時候 基本上都沒有平移不變性 只有具有平移不變性的 這個 只有具有平移不變性的 這個優勢 它在圖像才有可能做得好 這樣可以嗎 欸這個 這個非常的重要喔 好不好 如果以後啊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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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這個 研究問題 舉來說像心電圖 有時候3不50出現個心率不整 它出現在第2秒 還出現在第3秒 還出現在第7秒 它的那個心率不整 很有可能都是一樣的波形 對不對 如果 你用的是卷機 成 你卷機結構 去抓取那個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它出現在第幾秒 意思就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用的是 這個 全連接的這個網路 或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它出現在不同秒數 意思就完全不一樣囉 那很有可能 你在樣本裡面 同時需要有 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8秒9秒10秒的 那這樣子 你的 網路訓練才完整 對不對 可是這件事並不好模擬啊 你怎麼把那個 你那個 你怎麼把 你一個 長度為10秒的這個訊號片段 你怎麼把那個波形往前移 那你要怎麼剪 你要怎麼模擬後面的 剪掉前面的很簡單啊 模擬之後的很難啊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很難 這樣 可以吧 所以卷機神經網路就有這個好處喔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 在 這個 欸就是 呃 那個神經網路發展出來的時候 它是不是遇到了T度消失問題 即使有卷機神經網路 T度消失問題還存在啊 對不對 那T度消失問題怎麼解決呢 來 這個 這個 Science的論文啊 這個 它解決的方式非常有趣喔 這個 我 呃 我來 呃 這個Science的論文要講 但最後的時候 我要講一下這個Science的論文 因為它其實是用 類似 它其實是用壓縮解壓縮的概念 然後去訓練這個 分別訓練每一層 然後最後再一起為一條 那這個 那這個方法 比起 這個 我們那個 上一節課 欸上一節課還上一節課的時候 不是有講說 這網路可不可以一層一層訓練啊 可能 最廉價的方法就是我先訓練一層的 對不對 預測 然後 output為這個 就是 就是我們的原來的Y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訓練 然後我們再把 第一層固定住 然後訓練第二層 再固定前面兩層訓練第三層 這樣的訓練方式如果有一個東西 它是非常高階的概念 它就沒有辦法 它就沒有辦法被這個就是 成功訓練 那個網路就永遠訓練不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用它這種方法的話 就可以喔 就是如果是透過壓縮解壓縮的方式喔 就是它的 output不是Y 而是原來的X 這樣就可以喔 因為所有的特徵 它就必須還原嘛 這樣子 不過這個概念 這個到我們第十課的時候再來講 好 那這樣講一下 就是 呃 在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 今天為什麼我們這個 呃 網路 這個可以 就是 神經網路可以發展這麼好啊 這個 這個 這個人大家一定要認識一下 這個人叫李飛飛 這個李飛飛 李飛飛 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這李飛飛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提到他嘛 對不對 之前我們 之前我們都沒有提到過這個人 對不對 這李飛飛 這個 他從2005年就開始 建立一個 叫 ImageNet 的database 這個 ImageNet 到現在 它是一個open database 它 做什麼呢 它有這個 呃 大概 上百萬張 這個 圖片 並且 這些圖片都有被標註 喔 這是隻狗 這是隻貓 這樣子 這樣子 當然 ImageNet到後來啊 它還做了非常多這個 額外的標註 舉例來說 像是這個 說 這裡有隻什麼 就是object detection 的這種形式 它有 最開始的時候 它完全是做 單一圖片 單一物件的這種 這種 這個標註 這樣啊 就是類似說 這是 這是手寫數字1 這是手寫數字2 這樣子啦 那它是說 這張是鯊魚 這張是貓 這張是 這個 狐狸類類似這樣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個 這個 李菲菲 李菲菲 李菲菲就講這樣子啊 李菲菲它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 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這個 大家這個 英文名字 舉例來說 這個 洛宇森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Eric 啊你以後你發 paper 的時候 你會把自己叫 Eric Law 這樣嗎 你會 你會 你會叫自己什麼 雨生羅 你會叫雨生羅 雨生羅 啊那個人家 site你的時候會怎麼 site Raw et al 對吧 有沒有覺得姓羅的人有點多啊 姓羅的還好啦 我來找一個 陳映竹好了 陳映竹以後你發 paper 就叫陳 et al 姓陳的 姓陳的也太多了吧 對不對 李菲菲也覺得有這個問題啊 那個 那個華人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姓很少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名字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李菲菲就覺得以後 他的那個 paper 叫 Lee et al 這非常的 非常的 大家看不出來 這是他發的 paper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他 他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叫什麼嗎 假如說 這個 原本李菲菲他 這個 直翻的這個英文名字 應該叫菲菲 Lee 對不對 他說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叫 Lee菲菲 把菲菲改成他的姓 把菲菲改成他的姓 所以以後 而且他這樣子 在念起來的時候 也就是他啊 對不對 那個只是說以後 外國人叫陳映竹 對不對 本來是叫 英朱稱 變成叫稱英柱 這樣子可以吧 其實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做了這樣一個改變啊 對不對 他的那個 paper 他的署名都是 Lee菲菲啊 對不對 所以說人家引用他的時候 都說菲菲 at all 有沒有非常有辨識性 非常有辨識性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人就會紅啊 對不對 因為每次 每次只要有人 他在看paper的時候 有人引用到他的文章 他就會看到菲菲 at all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這個 欸這件事情非常有趣啊 這個 第一篇paper都還沒發表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對不對 羅里森你是不是來不及啊 好像來不及 欸不過前面不是那麼重要嗎 你要不要從之後開始 真的嗎 你說你叫Alex 是不是 你可以叫一些比較炫一點的名字 你可以把Alex 當什麼中間名啊 或是你把這個 雨聲 雨聲當中間名啊 對不對 你可以叫自己什麼 我看很多人這樣取啊 你叫什麼 Alex 這個 呃 Y YC Y YS Alex YS 羅 這樣嗎 好啦你再好好想一下自己有趣的名字啊 對不對 像我是有點來不及啊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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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趣的故事非常多啦 我們講一個就好了好不好 不然那個 這個 上課看起來就像喇塞 對不對 好 那個 這個 這個 有ImageNet這樣的一個 競賽 這個 競賽平台之後啊 注意喔 所以之後所有的這個 這個 所有的這個神經網路的發展幾乎就跟著這個比賽 跑不 就是沒有走很遠喔 這個 這個歷史是這樣子啊 2010年的時候第一次辦這個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ILSVRC 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以後你們會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以後你會看這個 深度學習的paper 對不對 你會非常常看到這個鎖寫 這個 ILSVRC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好不好 那 呃 他從2010年開始辦 辦到2017年 欸 我講得太快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上課不認真 都不更新 沒有2018年的資料 櫻竹你有沒有這麼覺得 沒有 沒有 你是說沒有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那麼想法 覺得我上課都會更新嗎 其實我上課都不太更新的 但是問題是2018年就沒有比賽了 為什麼 怎麼了 你們覺得這麼精彩的比賽 應該繼續辦下去嗎 蛤 夠準了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太這個 太理想化了 太副理想化了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我們來看他為什麼辦到2017年 就不辦了 來 映竹說夠準了 來那個 影子你要不要想個答案 沒有沒有更大的 沒有更 噢更大的資料集多的是喔 這個資料集到2018年來看的話 可能還算小型的 對不對 來來來下一個 那個 雅婷你覺得為什麼2018年他不辦呢 蛤 沒有經費喔 你意思說這樣嗎 沒有經費 沒有經費 怎麼可能會沒有經費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要贊助很容易就找得到贊助了 蛤 雲辰你要不要想一個 因為都是拿冠軍 因為都是拿冠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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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都是拿冠軍 捲機成績網路可以一直研究好不好 這個 這個 捲機成績網路不是邏輯思惟歸 對不對 他可以 他的變化性是很多的 來海倫 來 喔 他超過人類了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他 所以他就不辦了是不是 好啦 他當然講了一個官方說法啦 他的官方說 他的官方說 哈哈哈哈 幹嘛笑什麼 笑什麼 羅里森你知道他的官方說法是什麼嗎 不知道嗎 不知道嗎 他的官方說法是說 哎呀 這個 為了這個比賽 大家其實浪費了太多資源 而現在這個 大家都想要追求那個 百分之 百分之0.1的這個進步 而 這個 而這個其實我們已經達到我們最開始的目標了 也就是超過人類 所以我們就停辦了 這是官方說法啦 好不好 那 我個人認為 這個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2017年以前啊 他是Stanford教授 2018年開始啊 他是Google的首席科學家 所以我個人認為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跑去賺錢 好不好 這個前面那個官方說法 我是 是不怎麼才信的 好不好 好 總之啊 總之就是他完成了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對不對 不然他為什麼可以去 Google當首席科學家 欸 是Google欸 對不對 不是路邊的一間公司欸 對不對 那個 如果Google邀請你們 不要說當首席科學家 好不好 問你們要不要去 問你要不要去他那邊上班 你現在就退學了嗎 對不對 是嗎 好像會這樣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 他2018年停辦了 好 那這個 欸 欸對 這個李飛飛他在TED上的演講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好不好 那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個 他講非常的 呃 如果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的程度一定看得懂他在公三小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非常適合那個小 就是 呃 不是小朋友啦 就是初次接觸的人看這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來 這個 這張圖喔 這張圖 這個 以後你們會非常常看到 非常多人在用這張圖 這張圖啊 X軸是這個年代 就是每一年的這個數字嘛 對不對 Y軸是Classification Error 人類的錯誤率是5% 那這個 呃 這張圖 每一年只有一個數字嘛 秀出來不是平均數喔 秀出來是冠軍的錯誤率喔 意思就是 除了冠軍剩下的都不重要 這樣懂嗎 那 這個 你們看到這張圖 你們覺得 最重要的轉折在哪裡啊 你們覺得這張圖 最重要的轉折在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有重要的轉折 如果今天這邊有 這邊有 這麼多個 這邊每一年的冠軍 有哪些年的冠軍 值得我們學習啊 LXNet值得我們學習 非常好 還有下一個 RizNet 你覺得 因為我講過 你聽過這個名字是不是 地獄人類 地獄人類 地獄人類不是重點啦 好不好 重點是 他的錯誤率砍半耶 對不對 這裡也將近砍半啊 對不對 除了只有這兩個有砍半的能力啊 後面幾乎真的就沒什麼差別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啦 其實 這兩個 因為你們看不到亞軍的數字啊 對不對 如果你們看到亞軍的數字 你會發現這兩年 真的是 進步更是誇張啊 就是這兩年 跟亞軍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樣子 好所以說這個 呃 呃 那個 被交代要看paper的 基本上 這四篇paper先看 好不好 這個 等一下我們看到那四篇paper 就是要先看的 好不好 這引用次數都非常 我們來看一下 這篇paper到底被引用幾次了 這個 這個paper被引用幾次了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Imaginate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clusion 這篇嗎 唉 五萬八千次 好不好 先看這篇 謝謝 如果 如果一篇paper被引用了快到六萬次 這個 沒有看過 那這樣子說 跟說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這樣子 大家可能會不太相信 好 那這個 突破 AlexNet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 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我們前面七節課 已經教了非常非常多 如何判斷 這個 如何 再把一個神經網路畫成圖 對不對 這個可以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我們來看這張圖 我們就看這張圖喔 那我們要 我們要這個 要這個 基本上要點人喔 好不好 來 這個 來零星 這張圖是由下往上的 還是由上往下的 唉對 不要猶豫這麼久好不好 二選一耶 趕快講阿 又不會銀槍來烤雞對不對 對 由下往上嗎 好 對嘛 這個執行順是由下往上的喔 好不好 你怎麼看出來的 什麼radio跟什麼 radio跟pool 我聽不太懂耶 為什麼radio跟pool可以看出是由下往上 唉呀你 這件事情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其實你就告訴我說你看箭頭嘛 箭頭不是由下往上嗎 這邊不是有箭頭嗎 箭頭是由下往上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了當然沒有那麼簡單阿 重要是 convolution版就要先阿 不然你一張圖 直接就foricconnected 幹我顆零 對不對 好來來來下一個 來 海倫 海倫這是什麼意思 解釋給我聽 它的第一個layer是什麼 如果你要寫maxnet的話 你第一開始 data進來之後下一個函數 要放什麼 蛤 蛤設定它的什麼 設定它有幾圍 我說的是model architecture喔 不是 不是那個 疊代器那裡喔 來來來這裡 第 第一個layer是什麼 我沒有叫你講參數喔 好不好 蛤 第一個layer是什麼 卷積 對嘛 卷積嘛 海倫人不要那麼沒有自信 有自信點 你看不出來這是卷積嗎 一開始是卷積嗎 你知道對不對 那第二個layer呢 綠色你不太認識它 綠色你不太認識它 那個下面那邊不是還有個reliu嗎 為什麼你要忽略它咧 卷積完不是一定要加飛行轉換嗎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layer是reliu 不是 上面那個 好不好 好 那那個印竹上面這是什麼東西 接下來 往上啦 這是什麼東西 local response normal 這是什麼東西 英主 你是不是上課不太認真啊 你是不是對這東西不太有印象啊 蛤 確實不太有印象是不是 英主 英主不要害怕 你是不是不太有印象 老實回答嗎 還是你覺得你有看過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你不太有印象 你會不會被進去呢 英主老實講沒有看過沒有看過嘛對不對 el函數 不是阿,那是Linear,那是Fully Connected阿 我就用L函數嘛對不對,來 沒有看過就沒有看過嘛 大方承認嘛,映竹是不是 好,沒看過是不是,銀次你有沒有看過 你是不是沒有印象 你是不是沒有印象 阿對,沒有教 所以沒有看過正常的阿,對不對 這還沒有教過阿 對不對 阿我等一下就要講他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幹嘛這個樣子 這個 你就是對 你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問這個問題嗎 我就想看一下你們是不是上課很認真阿,對不對 你如果上課很認真,你要有自信點阿 這東西就沒有教過嘛 對不對 你看你剛剛羅惟森一直在笑 羅惟森知道沒有教過 對不對 好,不要怕不要怕 這邊就有個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對不對 我們教的Normalization是什麼東西 Bench Normalization講太好了對不對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這是LXNet他自己 當時自己提出的一個層好不好 這個我們沒有教過 而且我們未來也不需要再用它了好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被淘汰了 這2012年的技術了 Bench Normalization出來之後,這東西就沒有人再用了 好不好 這個沒有關係,不會沒有關係阿 不過如果你要在MXNet裡面 把它抓出來的話也是有的喔 我來找一下 就如果你想要這個層阿,對不對 來你看 那MX.symbol.local 欸 喔 LRN就LRN 應該就是LRN的 我們看一下 看到了嗎?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你還是可以用它的,好嗎 這樣可以吧 不過這個就是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沒有人再用它了好不好 那這個 它這個 為什麼要放這個Layer呢 主要也是因為要Normalization 啊Normalization的好處知道嘛 因為數據要標準化 這樣網路才生得了嘛 對不對,這個很重要喔 不過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它是類似卷機盒的方式去這個 去這個 類似用卷機的手段去做這個Normalization 它那個Laborization的方式有點複雜啊 就是 一次用一個區域去Normalization 然後這樣子掃過去 然後把 然後把這個Normalization的結果弄出來 有點像滑動平均的感覺 就如果你有一個序列 它本來 就是股票 股票有點那個 震盪很嚴重 對不對 你可以用每三個做一個平均 類似這種方式 它去做Normal Laborization 但是它 那個每三個做完一個平均 它要留下的不是平均數 留下的平均數它數字還是有高有低嘛 對不對 留下的是那個跟平均數的差異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 它就會把原來這個很 有Y768的曲線把它變成這個平的 這樣子 好,我大概這樣講意思啊 你們可 還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方法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 呃,來 那後面呢 後面這個 它就是不斷的堆疊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個 S4 有沒有人看得出來這是什麼 這邊後面有S1 有S1 11乘11不用講了 對不對 這是這個 Kernal Size S4 是步伐是4喔 以4格為做一個 因為我們以往的卷積核都是這個 每一個像素每一個像素這樣 一路這樣掃過去嘛 對不對 S4的意思是 我每 掃完一格之後 我要往右 往下 各移4格 再去掃下一個 再去產生下一個特徵圖 所以S4的話 它特徵圖的那個 呃 大小會縮得非常快喔 會比這個 呃,S1的會小非常多 這樣知道吧 這樣可以齁 好 後面我們就不講啦 唉 這個 那如果你知道S的意思之後啊 那個 你知道S的意思之後 那個 你看一下這個 MaxPool 3乘3 然後S2 這是不是非常的特別 你們以前有 我們從 以前到現在用的那個 MaxPooling 這個是不是把 Pool搞得有點像卷積了 有Overlap 這樣注意嗎 有注意到它有Overlap嗎 那 Overlap有什麼好處啊 我們要不要再發揮想像力一下 Overlap有沒有什麼好處 Overlap有一個好處啊 好不好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 這個 如果沒有Overlap的話 那基本上一個 像素的特徵 它 往上卷積的 往上 Pool的過程 它是不是就只會出現在某一個格子裡面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 它的距離啊 它 跟這個 主要說 呃 主要說我是眼睛好了 好不好 我眼睛捲上來 我要跟鼻子捲在一起 才會變臉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我的眼睛跟鼻子 這兩個像素啊 這兩個 卷上來的時候 被 分別Pool在不一樣的地方 跟 被Pool在同樣的地方 注意啊 因為你有時候會平移嘛 你圖像有時候會平移嘛 圖像有時候會平移嘛 圖像有時候平移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 它就有可能本來 都是被Pool在同一個地方的 就會被Pool到不同的地方 這樣子 呃 你的這個 你就會產生差異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做 Overlap的Pooling的話 這個眼睛這個特徵 很有可能 就會同時出現在 兩三個地方 就 它那附近會模糊化 這樣知道嗎 那 鼻子也是同時出現在 兩三個地方 總是有個地方 鼻子跟眼睛一起出現嘛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它在捲肌的時候 它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人家當然是有做過實驗的啊 Overlap的Pooling Overlap的Pooling 是 的這個 準確度 比那個 完全沒有Overlap的Pooling來的高 所以說 以後在設計神經網路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LXNet 它當初是怎麼設計的喔 好不好 來 剩下的地方 我們不看了 因為它不斷就是堆疊重複的過程 重複的結構 然後到上面的話 這個 變成這個 Fully Connected的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們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會更仔細的講一下 這個網路 我們該學習哪些地方 好不好 那個 來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哪些 特點喔 好不好 第一個是 Value 這在以前 飛現時轉換函數 很少用Value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 Dropout 這個很特別啊 不過這個 跟網路結構無關 這個是防止Overfitting 對不對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講完之後還有數據增強 它的數據增強 在這邊Paper上啊 這個是講的非常非常多啊 這個 我這輩子還沒有看過任何一篇深度學習的Paper 不是 就是不只深度學習好不好 這輩子還沒有看過任何一篇Paper 在做 這個 神經網路的訓練的時候 這個 數據增強做的比它還要誇張的 好不好 它的這個做的 種類真的是非常多啊 拆檢 旋轉 翻轉 縮放 ZCA白化 ZCA白化是什麼 你們已經聽都沒聽過啊 對不對 但是你們可以去查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好 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但是 在那個時候啊 這個 GPU是拿來打電動的 那它幾乎算是第一個 很少 在那個時代非常少 把GPU拿來做這個 神經網路運算 對不對 那其實是可以的 而且也非常適合 因為神經網路運算 有非常多矩陣的運算嘛 對不對 那這個 GPU其實是非常適合拿來做這個矩陣運算 那它把它拿來做這個矩陣運算 所以說 它的訓練的速度快得非常非常多 那個 現在大家都 在上Server了嘛 對不對 有 試驗過 GPU跟CPU的差別了 應該感覺出來 GPU有多麼的重要嗎 應該可以這樣接受吧 好 最後這個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反正之後被淘汰 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好 這個 這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下一個 我們等一下講這個LXNet 因為它很經典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就有人把它 弄到 就是 網路上就可以找到 它已經pre-trained好的 Model LXNet已經pre-trained好的 Model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拿下來用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 這樣懂意思吧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LXNet 成功了以後 大家都知道 做圖像辨識就是要用卷機神經網路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下一個 比較重要的突破在哪裡 下一個 比較重要的突破是 2014年 這個 新加坡大學做的 Network in Network 好 這邊你要好好聽喔 你如果這邊聽得懂的話 你才會知道說 神經網路的結構 原來可以設計 一乘一的捲機器 它的意義是什麼 好 來我們先在 開講之前 我們來想一下 3乘3的捲機器 或5乘5 7乘7的捲機器 它是不是去抓一些 就是 就是某些這個特殊形狀的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們覺得1乘1的捲機器是有意義的嗎 1乘1的捲機器有意義嗎 1乘1的捲機器它沒有把特徵做整合喔 對不對 1乘1的捲機器到底是拿來幹嘛 到底可以拿來幹嘛 還是捲機盒不應該設計1乘1的捲機器 我們來講一下好了 我們這樣才可以促進思考 來海倫 1乘1的捲機器 你覺得它能幹嘛 怕刪錯重點 你不知道一個要幹嘛 你覺得不知道把像素捲機起來要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啊 別人都用3乘3 我用1乘1 我很浪費時間 這樣 1乘1的捲機器 如果乍聽之下 不容易理解 它到底能幹嘛 好不好 印竹你要不要講一下 1乘1的捲機器有什麼用 不知道 這邊 回答 第一次接觸1乘1的捲機器 能夠一眼就看出 它用數的 非常非常少 好不好 那我們在 在 講1乘1的捲機器之前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問題 好不好 來 我們現在做捲機器 我們現在做捲機器 是不是 一個3乘3的捲機盒 是不是 直接 相乘 然後累加 然後就出來了 這是不是一個線性運算 這是一個線性運算 對不對 yes or no 雅婷是不是 這是線性運算 還不是線性運算 蛤 是嗎 不要害羞 惡選1 惡選1好不好 4 對啊 答案就是4 它4個線性運算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有沒有 這個idea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是線性運算 可是線性運算 好不好 不好嘛 對不對 我們之前不是都 我們之前不是 之前的課程不是一直在強調 世界怎麼會是線性的 對不對 世界運轉就是非線性的 所以我這裡如果不要 放線性回歸 我把這裡改成多層感知機 可不可以啊 懂我的意思嗎 我在卷機的時候 我不要用 線性回歸 就是線性回歸去卷機 我把線性回歸改成多層感知機 線性回歸就是 Y等於 β0 加β1乘以x1 加β2乘以x2 那卷機盒 假設是3乘以3的話 就有9個 input 從x1到x9 對不對 線性回歸是不是 就從β0 加β1乘以x1 加到β9乘以x9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線性回歸的結果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x1到x9 把它輸入一個多層感知機 那奧布的也是一個連續變 像這樣就好了啊 是不是 這個idea就是這樣子啊 從左邊到右邊 右邊理論上 performance應該會加強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先不要想著怎麼實現啊 好不好 先覺得可不可以接受 海倫你有沒有潛在的看出 右邊有什麼問題啊 右邊有什麼問題 嗯 蛤 對我們要提一個右邊的缺點 右邊缺點你看不出來嗎 對我們要提一個右邊的缺點 請講請講你要舉手了是不是 pass pass就是害右邊的同學啊 左邊的同學來繼續 想不到有什麼缺點是不是 這問題是不是 這個問題是不是太難了 我會先回答一下好了 右邊有什麼缺點 很容易過度擬核 很容易過度擬核 多疊幾層就容易過度擬核啊 你說因為他 你看到多疊感之機 第一個反應就是過度擬核 你可以在裡面加dropout啊 算比較慢 算比較慢 這算是個缺點 你好意思講 這是個缺點喔 蛤 那你乘數比較深 就算比較慢啊 好啦 不過 憑良你講 我也看不出他右邊有什麼缺點啊 對不對 幹嘛啊 你們幹嘛 你們反應幹嘛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就想聽聽看 你們搞不好會講出一些我沒有發現的地方啊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右邊有什麼缺點啊 硬要說缺點的話 按照你們現在的邏輯就是他 看起來很難實現 實際上很好實現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一定要好好想一下 你們要仔細想喔 為什麼 在 N乘N的卷積核之後 加上 1乘1的卷積核 就相當於變成 多層感知機的 卷積核 這你們一定要好好想想喔 來這個 這個 不容易 這個你們要回去好好想想喔 你們要來想一下 如果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喔 我們今天 這個 Fighter 他去抓這個 原圖 假設這是一張原圖 對不對 這邊 Fighter可以有幾個 可以N個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一開始抓的Fighter出來 假設有這個 假設有10個Fighter 出來是不是一張 是不是 我們一開始 假設是28x28 被5x5 的Fighter去抓 然後抓10個Fighter 那這樣出來 是不是24x24x1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吧 24x24x10 而且 對於這個24x24x10來講 每一個 每一個PESO 他是不是 都有10個特徵值去描述他 這10個特徵值分別是被 10個5x5的Fighter去做 這個 捲擊出來的特徵 這樣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到這裡為止可以接受 這個時候 如果我用一個 1x1的捲擊盒 去捲這10個特徵 是不是 就是再做一次陷器運算 我沒有用旁邊的喔 我只有再做一次陷器運算喔 對不對 然後再一次的非陷器運轉換嘛 我們知道捲擊完要非陷器轉換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我可以輸出幾個 1x1的捲擊盒 Fighter數 假設是20好了 是不是就輸出20個特徵值 那我再用一個1x1的捲擊盒 下去好不好 這個時候 這個輸出假設是 30好了 是不是又是把那 20個捲擊盒 20個特徵值 再做一次陷器運算 轉換 然後再 飛線運轉換出去 這樣可以嗎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你聽得懂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 這個1x1的捲擊盒 它相當於在對 PasselBass來做 多層感之機 在做的事情 連續堆疊的 這個多層感之機 有辦法想像嗎 有辦法想像嗎 太難想像了 我們用黑板好不好 好 我們繼續 好啦 如果你覺得 1x1的捲擊盒 堆疊 你現在理解 1x1的捲擊盒 是什麼意思的話 那這個 往後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後面的實驗 好不好 1x1的捲擊盒 有這個意思 大家可以接受嗎 不能接受也得接受 因為這就是事實 對不對 你必須好好的 自己去想一下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這個基礎不穩 基礎不穩一定要好好的這個 好好的這個加強 這個 不然的話那個 之後就是 你之後就會覺得說 這個 在設計神經網路 好像就在 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 一個藝術這樣子 這個 就完全看虎爛 對不對 實際上還是有 實際上 你還是可以透過你的知識 整理出一些入我的嘛 對不對 只要說 像前陣子 我們不是整理出一些入我的嗎 卷機之後 一定要加飛行運轉換 對不對 那個 這個 那個 呃 多成 那個 Fordy Connected之後 也要再加 也要再加飛行運轉換 不加的話 就像矩陣連成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我們繼續喔 好 這個2014年的亞軍 2014年的亞軍 是牛津大學 跟DeepMind的 這個時候DeepMind還沒有跟Google 還沒有跟Google公司合併喔 DeepMind就是那個 你們想像那個 做AlphaGo的DeepMind 好 這個 它的這個 捲機 它做了一個什麼實驗呢 來看著喔 A 它這邊做了 六個網路 然後去比較這六個網路 它的Performance 這六個網路 A跟ALRN 差別在哪裡 在這裡加了一個 LRN層 對吧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嗎 所以第一個 比較 它在比較什麼 LRN層有沒有用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它的比較結果是 LRN層沒什麼用 所以說LRN層才被淘汰的 這樣知道嗎 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它才被淘汰的 好 第二個 它還比較什麼 A跟B A跟B的差別 是不是堆疊了兩個 三層三的捲機盒 這樣可以接受嗎 現在大家看這個東西 不要覺得太陌生啊 基本上就是 它在告訴你說 這個網路 首先Input是一個 224x224的 RGB Image 就是一個彩色圖 這樣懂嗎 進來之後 64個三層三的Fighter 64個三層三的 那個Convolutional Fighter 然後接著 做Max Pulling Max Pulling完之後 128個三層三的Convolutional Fighter Max Pulling 256個三層三的Convolutional Fighter 一直往下連續堆疊 好不好 繼續往下 好 這個 一路往下實驗 你會發現 這個出體的部分 就是它在實驗中多加的 來 A跟B比起來 B比較好 這不奇怪 這樣可以嗎 來 但是啊 這個 B跟C比較起來 差別在哪裡 是不是差別在1乘1的卷積合 原本都沒有用1乘1的卷積合 但是 B跟C比起來 多了1乘1的卷積合 這樣可以嗎 那這篇Paper得出來的結論是 1乘1的卷積合 是非常好用的 跟前面那篇Network in Network 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當然 在這篇在做的時候 他應該是沒有參考 Network in Network 那篇Paper 這個 他在做的 他們大概是同個時期的work 那 這個 不過 之後大家 你之後的Paper會看到 大家一直在用1乘1的卷積合 現在的神經網路 1乘1的 就一個網路 通常1乘1的卷積合 數量 不是1乘1的多 非常多 好 我們繼續 那 來 為什麼他不用5乘5的 Kernel呢 來我們來看 為什麼 我們來往前看好了 因為 在這裡 LXNet在做的時候 他是不是很像 他是不是很像這個 這個網路很像藝術啊 為什麼這裡要用11乘11 不用7乘7啊 為什麼不用9乘9 來林林智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為什麼不用9乘9 不是 為什麼不用13乘13 11這個數字 怎麼樣 你覺得11這個數字是不是 蘊含著某些真理 蛤 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映竹你用什麼想法 我不是說禮拜五的時候 來找我 我們就是看這篇Paper嗎 那11乘11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解釋了 昨天才拿到 那禮拜五就要講欸 那如果禮拜五的時候問你11乘11 在Paper裡面 他到底有沒有寫 他到底寫了說 為什麼他要用11乘11 這樣怎麼辦 這幾天看 你這幾天看嗎 如果看不到怎麼辦 求 如果看不到他就是沒寫吧 他沒寫當然看不到啊 你求教我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好不好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 他的網路設計充滿藝術性質 那我們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用11乘11 也許他做 如果 那你可以這麼想嘛 如果我這一層要用11乘11 還是 7乘7還是9乘9 還是13乘13 我都沒辦法決定 這樣我到底要試 我是不是就要做實驗 那我到底要做多少實驗 我才可以把一個網路做出來啊 對不對 好可是你來我們想一下 這個 11乘11 5乘5的捲機核 跟兩個3乘3的捲機核 他在縮小FutureMap的效果上 是不是一樣的 是 這樣可以吧 因為3乘3的捲機核 要讓FutureMap少掉兩個 兩個長寬對不對 連續少掉兩個長寬 就會少掉四個長寬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 兩個3乘3 是不是就等於一個5乘5的 少掉長寬的效果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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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3乘3 這一篇這個 DeepMind的這篇Paper 重點啊 他講的是什麼 這個 他在設計網路的時候 我不想再用那些 莫名其妙的設計啦 什麼又有什麼3乘3 又有什麼5乘5 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11乘11對不對 這個太有創意了 他受不了 欸等一下 欸靠我是關掉 好我們繼續 那這個 這個 欸這個 呃 這一篇Paper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啊 以後啊 其實我們只要用 3乘3跟1乘1的卷積盒就好了 1乘1的功用是非線性轉換 對不對 就是多層感知機 Network in network 3乘3是主要我在 收集周圍資訊所使用的 這個 卷積盒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我嫌 收集的不夠多 那我就多堆一點3乘3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這一篇Paper最主要的貢獻在這裡喔 好我們來看下一篇Paper 下一篇Paper 是2014年的冠軍 2014年的冠軍 呃 他 他那個時候啊 跟 DeepMind沒有合作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並不知道要用 兩個3乘3取代一個5乘5 那那個時候他的想法很特別喔 那時候他的想法是說啊 欸這個 我啊 我的一個 這個Layer進來 我不知道我要用1乘1 還是用3乘3 還是用5乘5 還是用Pooling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用什麼 那怎麼辦 我就都用 欸反正 都用了那個 神經網路不是自己會決定哪些地方 參數是什麼嗎 對不對 反正他嫌 5乘5的不好用 那5乘5的參數就通都是0嘛 對不對 他嫌1乘1的不好用 那1乘1的參數都是0嘛 那在這一層 自然就要用3乘3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都用 都用完了以後 再把這個 這個 Fighter 把它Connect起來 這個Connect起來 跟那個DanceConnect Connection 那個方式比較像 他就會把特徵圖再疊起來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說 這個 這樣的一個Module Google把它叫做Inception Module 這個Inception Module 他就是 他 同時使用多個結構 然後讓他這個 讓他自己去選擇 說他答案要 他想要用什麼 這方法是不是也蠻聰明的啊 欸這個 這個idea要 要這個就是 要這個就是 好好學習一下喔 你們之後會看到很多paper 那些paper 我可能不會帶你們導讀 舉例來說 ReciduNet 它的連接方法是加法 對不對 DanceConnection DanceNet 它的連接方法是DanceConnection 這兩個方法哪一個比較好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有一個人 就有一個人 好像就是新加坡大學那個團隊啦 就發展到Duel Pass Duel Pass Network 我記得就是鹽水塵發的 我記得就是鹽水塵發的 鹽水塵你看到了嗎 這個鹽水塵在這裡 來給你們看 鹽水塵這樣可以嗎 你會發現 你們以後開始喔 如果可以的話 寄個人民啦 好不好 這個有一些人民還是蠻重要的 這樣可以吧 不過就是 這個 這個寄不起來就比較正常 好不好 這個 沒有就是 重要性沒有你們記得起來 那麼 那幾個那麼高這樣子 好這邊Paper 它就是 又用 residualNet 又用這個 你看這個 呃 這兩個 這兩個都用 好不好 好所以說 這個 這個idea 就這個樣子 好 不過啊 這個Module啊 它設計出來的時候啊 這個Networking Network 這個Paper 它已經publish了 所以啊 它知道說 我如果需要 做3x3跟5x5的話 我可以把一個 1x1的捲機盒堆疊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呃 可以呃 我們在下一節課會好好介紹 這樣還有哪些額外的好處 但是它就是這樣 它這樣子的設計的話 可以協助我們這個 就是 協助我們就是 讓AI自動決定 這個 它到底要用哪一種 哪一種捲機盒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繼續 好那個 欸 這個 在這個時期 還有很多重要的Paper 欸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們這裡 是不是都有 我們這裡是不是都有 這個超連結 對不對 每一篇超連結 點下來就是一篇Paper 好不好 這些Paper就是經典Paper 經典Paper意思就是啊 這個就是要看 對不對 如果你要在這個領域好好學習的話 這些Paper就是要看 一篇一篇看 好不好 我們可以組織一個這個 這些Paper 我們可以組織一個這個 假如說每一個禮拜啊 我們就 我們就好好來 討論一下 這些Paper到底在講什麼 好不好 這些Paper我通都看過了 好 接下來就Adam Adam這個我們教過了 Adam的引用數也是蠻多的 欸 Adam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引用數 有沒有4萬 接近4萬 接近4萬 這個 確實也是蠻重要的一篇Paper 好 來 來第七篇Paper 來那個Google團隊拿下那個冠軍了以後啊 2015年到底又發生了哪些事情 來 這個 5x5跟3x3好用 那5x5是不是可以把它換成兩個3x3 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的Module從這個樣子 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換成兩個3x3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3x3 3x3 是不是可以換成一個1x3和一個3x1 可以接受嗎 所以 這個Module又變成了這個樣子 欸 這個 這個Google團隊齁 如果你們只去看他的Paper 他就是喜歡把一個概念 就來說我要做 這樣子 5x5跟3 一個5x5跟兩個3x3 哪個比較省參數 是不是兩個3x3比較省參數 3x3只有9嘛對不對 我用兩個只有18嘛對不對 一個5x5是不是就要花掉 是不是要花掉25 所以兩個3x3比一個5x5省參數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點 因為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 林林智不是有講嗎 我堆疊兩個3x3 有沒有非線性轉換的效果 有啊 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 所以 非常有可能 我用少的參數 比多的參數 除了 參數更節省 還有非線性轉換的效果 所以說 這樣的堆疊是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Google他這個團隊啊 通常就是很喜歡 把一個簡單的概念 舉例來說 我知道 把 捲機器 捲機盒 把它拆分 這個效果會加 變 會增加這個網路的Performance 他就喜歡把它用到極致 極致大概就是變這個樣子 除了Google團隊 我幾乎沒有看過有人 這麼無聊 一個3x3的捲機盒 把它拆成 一個1x3 和一個3x1的捲機盒 我幾乎沒有看過有這種人 好不好 現在 基本上像現在我自己做的話 我也沒有做那麼無聊的事情 我就用3x3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 也許這個Performance 這個真的好了一點 但這真的太無聊了 你知道嗎 好 這個真的我真的覺得有點無聊 好不好 那 Google團隊他就喜歡這樣做 如果你們去看他發表的PayPal 呃 他就會喜歡把 事情用到 做到極致 這樣子 做到不能再做為止 然後他的 所以他的 這個Google的 你去看他的PayPal 他有點像高級挑參數PayPal 好這樣可以吧 呃 你們低級挑參數的意思 就是去調什麼 正則化係數啊 然後去調什麼 學習率啊 這個樣子 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只會第一級挑參數啊 你們可以學習一下高級挑參數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他這個 呃 Google團隊他在發展出Inception Version 3 Net的時候啊 這個他遇到了一個最重要的突破 就是這個 何凱明的這個PayPal 所以他只拿了第二名 這個Google 你們想想看Google這個團隊 欸 Google Google那個時候團隊的這個 領軍人物喔 這個 之後你們才會認識 他 2012年拿到亞軍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團隊的Leader也是很 也是很強的 這個 只是 我們現在暫時 這個講他的名字 你們就會忘記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 那個 之後再講好了 之後我遇到的時候 之後在Object Detection的時候 告訴我說 有這個 有這個人我要講 好不好 好接著 這一篇Paper 出來了以後 這個 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來 講過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Module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用兩個1乘1和一個3乘3 所以從2015年開始 大量的研究就是 你看1乘1的數目已經超過3乘3的數目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時候的人 他比較喜歡用1乘1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也是這個樣子 1乘1的 用1乘1的數目遠遠超過33 那這一篇Paper 你看他的Module那麼簡單 那前面那個Google的用那麼複雜 結果 何凱銘的這個Microsoft團隊 還是以很大的差距 打敗了這個Google的這個 這個 Inception Version 3 Net 這樣 這就是 Recidual Net的厲害之處 那之後這個Google發表這個 Inception Version 4 這種 這種高級調參數Paper 比較 比較難被世人所記住啊 這個 雖然說他的Performance又更低 又更好了這樣子 不過這個重點還是這個 Recidual Net提出的概念 就好像 羅維森你有聽過Duel Pass Network嗎 Duel Pass Network沒有聽過對不對 之前沒有聽過 對啊 因為這種 其他Performance當然是比Dance Net跟 這個Recidual Net更好 但是 這個 這種就是高級挑參數嘛 就把兩個加在一起 就把兩個 這種廉價idea通常不容易被留下來 對不對 好 來這個 Recidual Net做完以後啊 這個 馬上啊 剛剛我們在講的都是圖像分類對不對 我們之後上課會上到很多 Object Detection還有一些其他的 重點就是Classification Model Classification 這個任務做到極致以後啊 我們人們發現這個 很多 工具都已經變成熟了 後面的人就開始做Object Detection 這樣子 那Object Detection啊 這個 之前啊 很多的網路都是用這個 為什麼 這個之前很多 之前 這個我們在上Object Detection的時候 那個時候再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個 在Recidual Net 這個ResNet出來以後啊 這個之前的非常多網路啊 因為生不了 所以訓練起來都非常的這個 就是特徵 就是抽特徵的能力沒有很強啊 所以說 總是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去這個 做一些 這個 微調這樣子 那 所以Recidual Net出來以後 前面的網路 看起來都像智障 就是 做那麼多 不過大家應該可以理解 這個 這個任務遠遠比這個任務難吧 應該看得出來吧 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 這個 呃 如果 你現在根本想不到這個框要怎麼拉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隨便找個人來問一下好了 這個 來看一下大家的創造力 來 這個 這個 我們不是說函數要 output要固定嗎 因為這個 AI就是一個 函數嘛 對不對 那 input 是一張圖 所以它是固定形狀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那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想管 對不對 那 output如果是 Cat或者Dog 那就是一個多元分類問題 這是 softmax output 對不對 這是固定形狀 欸 你有沒有覺得拉框這件事很神奇啊 因為 框的數目不是固定的耶 可是 AI的 形狀不是要固定嗎 函數的形狀不是要固定嗎 它為什麼可以拉出不同 不同數目的框啊 不同數目不同大小的框 你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怎麼做到的耶 怎麼做到的耶 蛤 不知道怎麼做到的 好啦 你講得出來我覺得神 這種東西沒有看paper就 就講得出來 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 好不好 我們在第12課的時候會教 這個 到底為什麼它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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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數的output 絕對是固定形狀的 好不好 只是它讓你看起來不像固定形狀而已 好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 好這個YOLO這個model 我們上課的時候會講 那Segmentation 這個我們上課 我們上課也會有類似的翻譯語講 這個 這個 我們之後的上課都會教 好 然後啊 這個語言的模型 語言的模型 我們在第14課 第13 14課的時候會講 呃 語言的模型這個 這個 也是 我們現在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可以做出 這麼多種類的這個應用 主要就是因為 現在網路深度可以很深 所以可以處理很複雜的任務 所以即使再怎麼莫名其妙的這個 linkage 主要說X跟Y的linkage 主要說 看圖說話這種事情 看圖說話這種事情 這個就是 呃 從個很複雜的X 印射到一個很複雜的Y嘛 這邊有個函數 那即使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用很深的網路去把它做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有recision.net這種方式 避免梯度消失 好 recision.net最重要的貢獻就是避免梯度消失 好 這個 還有我們在第15 16課的時候 注意我這邊講的就是我們未來的課程會上到 我們會告訴你說 我們輸入Noise產生圖片 所以這就是一個 generative的model 這樣的一個model 他叫這個gain 好不好 這個 這種model 這個我們之後會講 然後還會講一些這個風格轉換的模型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 模型啊 這個 最離譜最離譜的狀況下 是沒有平行預料之下做到機器翻譯 這個paper 可以 就是點來看看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在這一 這個 課程上面 我只要有給你paper的這個連結 那都是很重要的paper 引用次數至少也是大於1000 好不好 那個大於1000的paper 你沒有看 那這個 你很 你沒有全部都看過 那你很難說服人家說你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這樣子 好 來 最後 這個 2017年的冠軍 這個 這個 SENet 凱傑 SE 這兩個字 可以嗎 我今天早上問你說 SENet 是什麼 你搞不清楚 可以再去了解一下嗎 可以了解一下喔 好不好 這個 SENet 好不好 壓縮基地網路 這是在幹什麼 這個 這個結構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結構 我是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歡 這個結構我非常喜歡 這個結構我之後再也不會講到他 所以我在這裡會講一下 就是 傳統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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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過來 往下 他是不是就跟原來的輸出加起來 那這個加起來 如果我 input的是1000個數字 然後我這邊產生1000個數字 我是不是1000加1000 最後就變1000個數字出去了 這樣可以吧 那這1000個數字 不管怎麼樣 我是不是就要加 那我加的 多還加的少 是不是完全based on這裡的權重 我不知道我要加多還加少 對不對 完全based on 這裡的權重 那是不是 對於每一個input 他的這個 他在第幾個地方要修正 是不是就完全一樣 好 可是這一個壓縮機 他這個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這個recision net 過來以後 我要經過一段 這一個 我要經過一段 這一個 呃 非線性運算 也就是堆疊兩個fc 堆疊兩個fc 就是一個多層感知機 對不對 多層感知機 做完之後 我等於是產生一個權重 這個權重 會介於0到1之間 然後我把這個權重 然後承回去這個recision net 的那個output 然後這個output 承完全重之後 所以有一些 他就被加權 他百分之百加權 百分之百 我都要加到這個原始的輸入裡面 有一些就被刪掉了 他就0了嘛 就直接用原始輸入 這個結構 我現在在這邊講 可能聽不太懂 不過我覺得我好像快要沒有時間 因為我上課已經上快要兩個小時了 這個剛剛在講太久了 這個部分 我是建議這個paper一定要看 這個結構我試過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有加這個結構 基本上都不會變差 而且他蠻省參數的 這是我的經驗 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 這個paper也是蠻重要的 我自己這麼覺得 好這邊還有非常多paper 這麼多paper 通常都發表超過 來我們隨便找 mobile net v2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現在來看一下 你用是多少 也是一千多次嘛 對不對 這種超過一百 是shuffle net 應該來看一下他幾次啊 一千次 好所以我現在基本上 我放上來paper 呃 原來dupaste network 這邊有放 我放過來paper 基本上要超過一千次啦 好不好 就是每一篇都要看 好 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噢靠 這個model ru 現在好像不能用欸 哎呀糟糕 這樣子我們要想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 要把這個model 給他拿下來 resnet 欸現在 那這樣子mxnet 現在我要下載這個resnet18 要怎麼辦 他有另外一包那個library 叫什麼 gold 可是他那是新版的 就是他的不能舊版不能用 可以下載 就我那時候麻煩 他 我用python的版本下載 然後下載下來之後 還要改裡面 因為他那個 裡面有些東西變不一樣 就是他可以用他套件 還有提供方權直接下載 可是他下載下來的版本是 1.6了 以後 1.5 1.6 所以我們1.3的要改 要進去裡面改字 喔好了好了 那這樣太麻煩了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我之後會把這個 我會把這個 我的model那個放 就是我等一下用那個 水分碟下來下來 好了 我們就把那個18 那個 欸 我想辦法把那個模型給你們 這個連結我之後會改 我之後會改成就是 大家可用的連結 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有備份 好不好 來 那我現在先花一點時間 把那個那個model派送給你們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堂課的課程內容 在最開始的時候 你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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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nated model讀進來 你讀進來之後 你要注意一下 你需要 你的這個 這個model 他讀進來之後 你需要做一些影像的前處理 他 他那個 那個準確度 那個 網路才會準 因為他的這個 因為這個 當初這個網路在訓練的時候 這個 呃 他的那個 像素的那個 range是從0到255 但是我們用 R的那個 套件 讀進來的話 那個像素是介於0到1之間 數字是介於0到1 所以你要乘以255 然後他才會準 好那我們把這個 這個model給讀進來 好這裡是lesson 8 好然後 這是一隻鸚鵡嘛 那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預測 預測要怎麼去預測勒 這個 這個要怎麼去預測這個 我們那個 上節課 就是 上個學期的課有教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先 就是你直接用predictor去做這個model就可以了 對吧 來我們來看一下predictor predictor 然後這個 呃 這個 呃 先放model 所以是racemodel 然後再這個normal 好他出來就是1000個數字嘛 然後去找他這個最大的在哪裡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理解 好那 這個 重點是什麼 我們重點並不是要這個去 學習就是 重點並不是要預測啦 我們重點是要學習一下這個model怎麼運用 來 這一串程式碼 好這串程式碼用完之後 喔 這邊會產生 這邊可以看到這一個就是 呃 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model的形狀 那這個圖 我們可以看這裡的圖會比較清楚一點 欸他就是 用這個圖形把這個 mxnet的這個model 然後把它表示出來 首先先經過bench normalization 變成bn 這個然後他裡面的名字叫bndata 接著經過一個convolutional layer 他是7x7的kernel 然後 2x2的這個tride 這個是不服的意思 然後 64個fighter 這樣大家大概可以看得懂吧 他一路往下 大概他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做法 這樣可以接受吧 一路往下怎麼接受 來重點在這裡 在這裡 左邊經過右邊經過 然後把它加起來 這是不是resnet的標準結構 這樣可以嗎 左邊 右邊加起來 左邊右邊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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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resnet的標準結構就是長這樣喔 然後重點是 他的這個convolutional fighter 兩個都是3x3的 所以他的這個結構其實是運用 欸這個結構在哪裡 他結構其實是運用這個resnet的 我找一下 左邊這個結構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接受嗎 右邊這個結構是比較深的resnet在用的結構 我們今天是18的 所以他其實是用左邊那個結構 好這個結構喔 回去可以好好仔細研究一下 還有那些 就是那些pre-trained model之後 我會把那個講義的那個連結更新 更新完了之後 那個就是大家用的這個 這個大家都可以用這個就是 去把那些model下載下來 然後去看看就是 這些model是不是 他的這個結構長什麼樣子 好那這個 你可能會不清楚這些參數細節是怎麼知道的 就是怎麼樣 就是 你可能會不清楚裡面的參數細節啦 我們可以把這個 我是第八課嗎 這model裡面的resnet 你可以把這個json檔齁 把它 弄出來 然後用記事本把它打開 好用記事本把它打開 呃開啟 好開啟之後你會發現 欸這一個 它這邊就是說 input是一個data 然後下一個 這一個 它進來是一個bench normalization 那這個bench normalization 它要吃什麼咧 吃data bn gamma 跟bndata 所以它需要有 input有 0 1跟2 0就是 第一個 1就是第二個 2就是第三個 然後它這個東西 它的參數在這裡 這就是它第一層的layer 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需要完全repeat它的這個walk 你就需要打開它這個json檔 一個一個往下看這樣子 你可能會覺得這有點難啊 但是它因為它是循環結構 所以沒有那麼難 你看個幾個 你大概了解了 這樣可以吧 好不過 這個檔案你是可以值得你下去研究的喔 好如果你要把它的網路全部寫出來的話 它大概寫出來就會像這個樣子 這個我就是 這個我當然是全部自己寫下來啦 對不對 幹嘛要笑 對不對 你們如果不想打開json 你們至少看這個語法吧 好不好 欸 你們要知道這個 我要背一節課的講義 我要花的時間 可能要超過兩三天的 全部的工作天啊 好不好 你們看這東西不用那麼久吧 好不好 看一下好不好 拜託你們 好來 寫下來就是正確的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你把res model裡面的這個 這個symbol換掉的話 這個東西 如果換掉答案還正確 你就代表這個我寫的完全正確 不然你只要有一個參數錯了 保證不能運行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這邊我寫的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就 我就懶得去秀了 好那 可以進行預測還不夠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把這個softmax 層最後一層把它留下來 好他最後一層 這個 到pooling前的最後一層 是這個flat 這個flat 欸不是 pooling後 這個fooling connected前 最後一層是這個 這個flatten flatten這個zero 這個flattenzero 如果你把它拿出來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個255個 這個特徵值把它輸出了 這個255個特徵值 512個特徵值 這是不是非常有用 這是不是之前我們拿來做那個 抽完特徵值之後 可以拿來做這個 呃什麼 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分類啊 什麼之類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 神經網路到最後一層之前 做分類前 他最後把這張圖 把它特徵 抽出來的特徵值是什麼嗎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齁 好這個特徵值 其實如果要 如果你需要裡面任何一層的特徵值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找到 他到底裡面有哪一層 這樣可以吧 然後你可以把那一層的特徵值把它抓出來 然後用這種方式 把這個 把這個 就是 某一個你想要的特徵值把它抓出來 這個我們研究所的課程都有教 等一下我們這邊很快的 帶大家go through一次 然後如果你願意編寫底層執行器 這個我們研究所的課程都沒有教了 因為研究所的課程 這個 我們沒有教大家寫底層執行器對不對 在這裡 如果你同時想要output兩個 比如說你flatten zero output 跟softmax output 你都想要輸出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把這兩個物件 把它group在一起 group完了之後 把它放進這個執行器 這樣子你的執行器一次 就是 你的這個執行器的output裡面 會有 這兩個output就會同時有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同時把這兩個把它輸出了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底層執行器的用法 這邊都是大量這個語法的這個 就是語法的這個 呃就是 就是 運用啦這樣子 好 那假設你已經做到這個了 你有flatten zero output 跟softmax output 我現在希望你可以把 利用flatten zero output 和 residual net的這個model output model裡面的參數 計算出這個softmax output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已經不太多了 所以說請你 把練習的答案run過一次 我們用10分鐘的時間讓你run到這裡的語法 然後確定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這樣就可以結束了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加入第二個部分 好這個 應該這個 硕士班的課程練習過了 我們就是把特徵再乘上那個 Fully connected 這個我們只repeat了一層的influence 這應該非常的簡單啊 好不好 來 重點是這裡 重點是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 這個轉移特徵學習是我們那個 在這之前我們都完全沒有接觸到的東西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那個深度學習三大問題 其中有一個就是初始化權重 對不對 這個初始化權重 這是可以的好不好 來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轉移特徵學習的意思是說啊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model 我要做假設說貓狗辨識好了 我今天有一個model 要做貓狗辨識 那這個時候啊 如果 我全部都用隨機初始化權重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model的準確 這個 我的資料假設只有一百筆好了 這個model要準應該是蠻難的吧 對不對 那如果說 我 我的這個權重啊 我 最開始的權重 我先把它拿去做一些 就是舉例來說 一般的這個 呃 一般的這個分類任務的時候 就要分什麼鯊魚啊 分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這個 那 這個網路已經會認鯊魚了嘛 對不對 那這個網路已經會認鯊魚了 那我只是把最後一層把它去掉 然後做轉移特 做這個 呃 做這個 就重新訓練 那這樣子的話 performance是不是有可能就會比較好 來我們換個講法 就是 呃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最後一層那個future 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我們之前直接把最後一層的future 拿來做support vector machine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 把最後一層的 這個future connected直接去掉 然後重新放入一個 根據我的新的任務的類別的 每個人都可以用GPU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不用擔心這個 就是訓練時間的問題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有transfer learning 喔 他的performance 理論上都會比沒有transfer learning 來得高 至少 就算他沒有比較高 至少他還是一個可以調的參數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呃 你至少可以做個實驗 比較有transfer learning 跟沒有transfer learning 對吧 來凱傑問你一下 你的這個 呃 論文有沒有做transfer learning 喔有 有沒有做沒做的 沒有 那我問你一下 你的圖是 你的 X光圖是黑白的啊 啊這個 transfer learning的這些 model都是 做彩色圖的啊 那你怎麼解決 呃 什麼叫擴增他的圍度 什麼叫擴增他的圍度 喔你把黑白圖變成彩色圖是吧 你這樣 不是比較浪費運轉資源嗎 你好像是這樣做的 你好像是這樣做的 你有沒有覺得有更好的做法 彩色的fighter怎麼變黑白 彩色的fighter怎麼變黑白 欸真是個好問題 對不對 來你只要想 你只要想這一件事情 來我跟你講你看這個 這個問題喔 這個這個這個 你本來有一張黑白圖對不對 然後這個黑白圖 這個數字假設是 2好了好不好 然後你的fighter 你的fighter是不是 你fighter在 你fighter這一格 假設的數字3 這一個是4 這一個是5對吧 假設它是1乘1的卷積器 這樣比較簡單嘛對不對 那 你現在是不是把這個東西 手動擴增成 這邊2 這邊2 對吧 然後你把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這個乘這個 然後把它加起來對吧 然後就是凹酷的對吧 所以你有沒有想過 你可以這麼幹 那你為什麼不能把這個變12 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這樣不就可以了嗎 直接把那個 3個加起來啊 直接加起來不就可以了嗎 好不好 欸這個這個 這個問題齁 不過凱傑本來的做法是可以的啦 好不好 其實我們也不缺那點運算資源 好不好那個那個運算資源非常minor 那個input才3個channel是能差多少 對不對 那個非常minor的差別啊 非常非常minor 你的那個神經網路疊那麼多層喔 根本不缺那一層是3個 而且3是一個很小的數字啊 好不過你可以 你可以知道說你可以這麼幹啊 好不好 好然後這個轉移特徵學習為什麼會成功呢 主要是因為 深入神經網路比較淺層的部分 通常 辨證的東西就是線條啊 區塊這些特徵 這些特徵喔 其實啊 其實這個 你用什麼 資料訓練最開始都是去辨識那些特徵啊 好這個 這個圖是什麼呢 是我啊 我用resnet的前9個 convolution 捲過的鸚鵡圖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捲出來的特徵 其實都是有 是有一些特殊的特徵 在這裡捲出來是什麼 捲出來是不是這些紋路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很像我們那個捲區邊界捲出的特徵圖 對不對 所以它的kernel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這樣知道了嗎 它的這個 前64的kernel 它的 顏色大概長這個樣子 它其實在辨證這些顏色 這些顏色 被這個kernel抓到的話 它會 特徵的這個值會最高 這樣知道嗎 好這個就是 它前24的kernel 所以你會發現啊 最淺層的捲機器啊 它其實 其實 這些東西也沒有什麼 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你知道嗎 這樣懂意思了吧 不知道為什麼笑 這是什麼好笑的 蛤 誰一直在咳嗽 欸 欸 自我隔離好不好 可不可以口罩戴起來 自我隔離 欸不過還是你想要 這個自我犧牲一下 讓我們國防衛宣挺客 好好好好 那我們繼續好不好 我們不要增加大家困擾 好來 這個 我們如果要重新做這個的話 我們就必須把這個flattenzero 這個output的拉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再接我們想要的這個 我們想要的這個 這個output 那我們今天想要做的是一個二分類任務 所以我們number of heighten 是2 然後出來的這個 soft max 直接出來對不對 好然後下面是 那個mlog loss的標準的 這個 那個cost function 的寫法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 要做這個轉移特徵學習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嘛 來我們來到我們以前寫的這些東西 我們的architecture這裡 來architecture這裡 我們把 把它直接換掉 然後我們的這個rex net 然後我們的這個rex net 那個rex的這個 我們去前面這裡抄 注意看我怎麼 看我怎麼那個的喔 看我怎麼改的喔 來這裡是rex net 好這樣子的話我先把它清空喔 給你們看 喔好 欸靠 他太不給面子了吧 好這樣這樣就存好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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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前處理 這個前處理這個要在 iterator這裡用 好這裡我們到時候就不是用 IRS的資料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到時候要重寫我們的 core function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好這個是我們的architecture嘛對不對 然後architecture做完之後啊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必須初始化我們所有的參數 並且啊 這個初始化我們所有的參數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我們可以用這個函數 對mlogloss 這個 這裡的這個 input shape 它的data的 shape 跟label shape 必須 完全相等於我們之後 那個iterator 要出來的那個數字 這個 shape 我們應該可以預先估計吧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的rex net 他所吃的這個圖的 input size 是24x224的 如果不是24x224的圖 理論上是不行的好不好 那 你需要學習更多這個知識 你才知道他可以換成什麼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我們可以產生出 隨機的初始化參數 我們把它放在run的這裡 那我們可以對mlogloss做這個 做這個就是 產生這個 產生這個新的參數 新的參數 然後這裡 是把rex model裡面 它的shap 它的dimension 如果的那個shap 如果是跟這個 新的參數一樣的 我就把它填進去 所以只有最後一層 不會被填到 這樣子我新的參數 就通都是這個 通都是resonator 就可以就等於說 把我這個 原先已經訓練好的參數 把它填進去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我們在這裡就可以寫底層 我們的底層執行器 這裡就可以產生一個mlogloss 然後他的datashape 是24x24x24x3 3xbench size Label 是2xbench size 然後 喔這裡我們可以改 GPU 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喜歡用GPU 對不對 來 好這樣子我就可以把這個 我的這個 這個參數把它填進我的 Iterator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我們今天的練習要是什麼呢 我們啊 這個dog and cat 是我們Caggle的經典比賽 那你在這裡下載100張 貓的跟100張狗的 解壓縮完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一個圖 這樣的一個這個 就是 你會看到一個裡面有這麼多圖 那你必須把這些檔案讀進來 然後啊 並且進行這個 並且進行這個 這個model training 好不好 那我們這裡我們就不要 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 我們就不要浪費大家時間了 我們直接來做好不好 來 這個 這個對程式能力是有點挑戰的 你們可以 你們這個回去一定要練習 而且我們的其中作業就必須做這個 好不好來 我們把我們的Iterator在這裡 好這個 我們把檔案圖讀進來了以後 這裡 Lesson At LessonAt 這個語法寫的並不是非常的 就是 有效率 這個重點是要讓你們看得懂 好不好 然後Iterator Core跟OpenMinor在這裡 OpenMinor 我把它換掉 好然後 接著 接著這裡就是把這個 mlogloss丟掉嘛 然後這個補攤數對不對 補完參數之後 我就可以 我在這裡我就可以把它放到RUN這裡 RUN這個函數 這裡怎麼會是10 所以我的Iterator是 BenchSize是10 好OK 然後接著 這邊就開始訓練了 這邊就開始訓練了 好我們現在就來訓練看看 這個不用訓練很久了 因為我是用GPU嘛對不對 對不對 哇靠 太太不給面子了吧 這mlogloss居然還會上升啊 mlogloss上升的話 我懷疑是學習率太大了 我把它調低一點好了 我把它調低一點好了 再做一次 真的正常多了 好 他訓練好了 訓練好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測試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就是我們的model好不好 這個是把我們的model 抓出來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訓練的準確度怎麼樣 這回去拜託自己做一下喔 好不好 我們的練習題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啊我這裡居然是用CPU喔 難怪這麼久 好這邊可以看到 唉呦 這個訓練 像這一隻就沒有訓練好對不對 他那個 百分之百是貓嗎 其實幾乎都百分之百 下面 狗的部分 是比較差一點 但是這裡 這裡比較 這裡是有點變化 這樣可以吧 這一隻沒有訓練好對不對 這樣可以齁 好來 這個 呃 事實上啊 如果你做了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你把 前面幾層的參數 你把他的name把它抓出來 就是在 你在run的這裡喔 你在這裡如果做了這件事情 那他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他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前面幾層的參數 注意啊 我把 這個 我把這一個就是 flatten0 以前的 參數 把他的名字把它抓出來 把他抓出來之後啊 我可以在 這一個 這裡 多下一個參數 叫 fix parameter 等於 這個 fix names 這樣子的話 他的權重就不會更新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的權重不會更新 就代表 fix住了我前面 幾層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權重 所以他到最後一層以前 所有的功能都只是抽參數 完全不更新 這樣懂嗎 那完全不更新的話 我們可以再訓練一次 但是我們在訓練次的時候 我們在 model的這裡 我們就必須把這個 我們在產生這個model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把他的參數 把他在append的過來 這樣子 好我們再做一次 一模一樣的事 他的訓練速度會比前面那塊很多 不過你用的是GPU 還是有差別吧 好這一隻也沒有訓練得很好 不過這一隻因為他被對著我們啦 AI會看不出來這個應該是蠻正常 這樣可以吧 好 來我跟你們講喔 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 這個練習題 你們要回去練 這個你們要回去練習 然後喔 我們要派這個 我們要派作業了喔 好不好 來 這個是 來Caggle 這邊有一個 Cat vs Dog Cat vs Dog 這邊有個比賽 這個比賽 請你去下載這個資料集 這邊有training 有test嗎 對不對 下載完之後 他的training的資料集 你們大家都有GPU 對不對 所以請你啊 這個 這個禮拜 你們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 你們負責啊 把這個training data 拿去訓練 語法你當然可以用前面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用前面的語法 去訓練的話 準確度鐵定不會太高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上了八節課了對吧 你學會這麼多調參數的技術了 你是不是改改正值的話參數啊 把這個resnet18把它換成100啦 或什麼之類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讓那個model的performance提升 來注意這裡喔 這裡 你可以上傳你的 預測結果 就是你對他的test model 上傳你的預測結果 那你可以得到一個分數 舉例來說 像剛剛的 我剛剛用了100個樣本訓練三代之後 得到的分數 是68分 這分數很低我知道啦 好不好 只是建議你們用 只是讓你們知道說可以這麼搞 好不好 那 來 下一節課 上課的時候 我們不要下一節課好了 給大家兩個禮拜的時間 給大家兩個禮拜的時間喔 我們在 4月1號上課的時候 愚人節那天上課的時候 請大家 把這張截圖 截給我 每個人都一張截圖喔 好不好 其中 分數多少 就看這張圖分數多少 這樣就是68分的意思 欸你們不要 我是在給你們機會 你們知道這個答案有多簡單嗎 你們知道這邊有多 喔喔喔不好意思 1減掉這個啦 1減掉 這個是反向的 好不好 1減掉這個分數 這樣就97分 如果你們上傳上來是 如果你們上傳上來得到0.03 那你們就是97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吧 那如果你們上傳上來是這個 60 0.68 那你們就是 32分 其中的分數就跟這 阿沒有上傳就0分 這樣可以吧 至少也要上傳一個喔 你再怎麼 再怎麼爛 你好歹也要上傳一個 讓我看到你的分數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喔好不好 我們試著做一下 這個應該不會太難 兩個禮拜 4月1號魚人節的時候 我們做這個檢查 好不好 好 今天上課有沒有問題 好 我覺得好像充滿這問題阿 好不好 今天上課的內容 比較多一點阿 你需要再 需要再努力的這個 學習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 上到這裡